去年在我国诞生的小熊猫 名字终于出炉 中国驴马大熊猫 星星和亮亮的爱情结晶 亮女将会取名暖暖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部长 纳杜斯里旺朱乃迪透露 我国政府去年举办 为小熊猫取名比赛 结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一共获得22,830个参赛者的响应 而该部也从中筛选出了15个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 名字被取用的命名者 将会获得一辆第二国产麦威轿车 其他的优胜者将会赢取丰富的奖品